民进党大佬林关华当面检讨选战 让总统蔡英文脸色凝重 参政局的创生 哪个小鼓柱而维持下来的 可以在现实党选举让民进党给台湾全军覆默 立委选举桃竹苗全军覆默 人民无感 为什么 因为我们重要的文化对祖先的缅怀感恩 我们没有做到 你去对照一下 像这个导播看到林关华的那张照片里面的 那一个蔡总统的脸 跟他去大港开唱的那一个脸 那完全是一个天堂与地狱的对比那种感觉 蔡英文大方站起来挥手 高雄市长陈其迈披着大港毛巾一起看表演 这一世大港开唱15年来首次有总统到场 超级神秘嘉宾也让观众感觉好惊喜 今天林关华先生他讲了让蔡总统不喜欢的话 脸崩的臭的跟什么一样 结果今天你到大港开唱 看到我最喜欢的陈其迈 看到你最喜欢的这些年轻人 哎呀 笑得很开怀 所以这才是现在的政府的问题 就是偏听 比如说在野党也好 或者是一些我们的评论员 然后讲一些这个提醒政府应该注意的话 他们把他当耳边风 他们觉得你们这个是要做认知作战 你们叫做中共同路人 你们叫做在地协力者 可是如果今天都讲好听的话 就把他捧为上兵 奉为这个所谓的核心幕僚 我想这才是政府离得敏越来越远的原因 我想他卸任之前应该 有点想要放飞坐自己 因为 所以他加音乐祭这样 因为之前这种行程 基本上会让主办单位也很麻烦的事情 他都尽量不会去麻烦人家 可是我觉得他最近有点觉得 很快卸任差不多了可以出来了这样 大家一个猫咪傻眼 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差不多 还真的很放飞 大家涌进大港脸书是讲什么 讲说拜托我只给他听歌 我要花三千多可以退票吗 平常不接受访问卸任才蹭一下刷一下存在感 重点就是扰民安检啦 你们是说你们也太大胆了吗 你们是要请了解骂我们的好朋友吗 太假了 不要害我 我小孩还小还要念书 当然他的解释说 哎呀总统平静人 所以大家才敢开这种玩笑 那蔡英文总统还特别脸书 发文了 我们刚刚在问 有没有跟慈安有关的 跟涨价有关的 没有哦 他发的是人生的音乐祭 苗可丽没有骂我 怎么会去做这种 蔡英文平易近人的梗 蔡英文是台湾民选总统里头 最不接近民众的 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吧 我想这是公认的吧 因为理由非常简单嘛 他躲起来的时间最久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是不理 除了国外有事他反应很快 台湾内部有事他从来没什么反应 一直都是这样啊 那现在他都要下台了 都要回家睡觉了 他根本不会理你 他现在 我跟你讲 林长佐说什么 他现在开始放飞自我 我怎么觉得他放飞自我很多年了 他一直不都在放飞自我吗 他都在过他自己的生活啊 所以我现在只求一件事 因为我也知道 这个总统是不会管台湾人的死婆了 我只求一件事 赶快滚蛋吧 520最好以后 再也不要让我看见你这个人 不然我真的会骂人 也许赖心得也这么想 没有啦 我真的不知道 黄杰这时候就突然冒出来说 大港开唱了 过去被韩国瑜市府百般刁难 查水表 还被拦淫批评 被说下流不堪 他说他听到都快气哭了 为了留住大港 一直到2021年 陈青蔓上任才复办 不过其实事实上是当时本来就照办 只是当时的票房各方面不如预期 商业行为 还要政府部门的补助等等的各种原因 至少推给任何一任 好容易啊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柯建民说的 我们现在民营党开始要天天假急动员 天天都要来干嘛 要对抗邪恶的蓝白阵营 当然这样的假动让南部的立委有一见了 许智杰就说我们南部立委南往北返很辛苦的 他最高纪录一天可以搭四趟的高铁 很花时间很多行程要跑地方没有办法跑 那为了国家发展 再辛苦也会遵守动员令 上班族听了之后 为什么形容时教拳头都应了 是因为本来就应该上班 那现在干嘛这个样子还要强调每天来 每天来很稀奇吗 怎么可能不被年轻人讨厌呢 那现在民进党立委准备准时上班咯 都要发稿子然后大家都在笑啦 我对这个民进党许智杰委员的发言 这几年跟他教授的经验 他讲的我都不要去听 我都把耳朵捂起来就好了 但是我要提醒许智杰 因为大家这个也认识一场 你再不认真 下一次高雄市长恐怕是黄杰 因为 有一点钱 对 牙 Berry 对 我来讲 你 感谢观看